第十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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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吴宝怡 吵枕南 我要杀了你 吵枕南 我要杀了你 吵枕南 我要杀了你 我要报仇 放了他 我要报仇 我要报仇 少帅 这 他已经疯了 别跟他激将了 先去看鱼如 好 我要报仇 我要报仇 少帅南 我杀了你 杀了你 不认 你等等我呀 不认 不认 老天保佑 吴家总算被郑南少爷给铲除了 也算为不日故德少爷报了仇 可不是吗 那叫一个痛快呀 听说吴家被打成枪窟窿了 连吴大帅老婆都没跑掉 活该 走 可算是出气了 真是罪有应得 是啊 从不认为坏了 反正的女人 没人 马上 这是 佑 来 玉蓉 这么冷 怎么出来了 你为什么要杀吴大帅一家 吴赵两家争斗这么多年 早就是你死我活的局面 也是时候该有个了结了 那 你为什么连他妻子都不放过 金小姐 你误会少帅了 少帅他 玉蓉 吴老二该死 他全家都该死 是他先不讲规矩 绑了你 害死了不如故得 我就应该以其人之道 还置其人之身 让吴家 让吴赔 尝一尝自己种下的恶果 但我这一次 真的没有下命令杀他妻子 你信我一次行吗 是啊 金小姐 这一次 您真的误会少帅了 吴老二他老婆的死是个意外 而且 就在刚刚我们来看您的路上 明南大学同学吴宝怡 差一点刺伤了少帅 我 我没事儿 我没事儿 玉蓉 从今往后 我们就可以过太平日子了 跟着老二 我来说 我们的路上 咱们 情报 我来说 向前河 优优独播 优独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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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